对不起 打扰一下 一蕊 你把这素鲜花送给一位客人 他在餐厅里等你 快点啊 好的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再见 再见 走吧 看什么呀 公司还有事呢 走吧 不要让我有点赢 因为你把他放光了 放光了 小冉军 你把这条鱼都放了 你把这条鱼都放了 小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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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我想象的晚到了六分钟 我是来给客人送花的 你的花 已经在客人的手上了 你为什么不打开花上的卡片 看一看呢 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真的亡了 三年前的今天 我送你第一次话的时候 我们相爱了 三年后的今天 我相信 我们依然相爱 这是什么 是施舍 怜悯还是补偿 为什么要给这笔钱下定义呢 这是我们当初办公司的时候 欠了那笔外债 就是因为这笔钱 被迫无奈 我们才做了那些事 现在 他应该是 你以为用这笔钱 就能抹掉过去的一切 李国豪 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 不 我知道 我错就错在 我让你一个人承担的这一切 可是就算当初进去的不是你是我 或者是我们两个人一块进去的 那又能怎么样呢 一人 很多事情 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 如果你愿意 我们还可以像以前一样 我不会接受你 还有你这笔钱 如果我接受了 也就是说我重新接受了一切的屈辱和罪过 李国豪 对于我来说 你已经早就不是幸福 而是折磨 一蕊 我不会放弃你的 绝不 快点 快点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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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英 你不说要去上海 怎么也没走啊 我知道你很希望我走 对不起 今天让你失望了 不过我今天要是走了 我可就看不上今天这出好戏了 你真的是误会了 其实我们根本就 算了 别解释了 你别以为我不在这儿 就什么都不知道 她不就是那个 为你做了两年劳的女人吗 我只是想给她一点补偿 补偿没问题啊 那就看她要什么了 要钱 我有的是 就怕她要的不是钱 安盈 你千万别往外路想 我没有告诉你就是怕你误会 我跟她其实早就没有什么了 这你也知道 既然她出来了 我总得要 你还要什么 我告诉你 你要搞清楚你自己的位置 我今天可以让你开奔驰 明天我就可以让你回到以前的小酒馆刷盘子 你懂吗 阿姨 请你相信我 我敢发誓 我绝对不会和这个女人 有任何瓜葛 信不信是我的事 那要看你怎么做呢 好 好 好好好 好 你怎么才来呀 怎么了 一睿昨天晚上六晨四里值得搬吗 是我值得搬啊 出什么事了 你不知道出事了 没有啊 你知道吗 今天早上董事长大发离奇 一早就把他们全部就到办公室去了 联邦过来了 一睿 你来得正好 你跟我到李总办公室去一下 是不是李总他 你去了就知道了 你别以为有李总护着你 就万事大吉了 有你好看的 这怎么可能呢 我认为他一直工作得很好 看来你是不相信我了 明白 我最近接到很多六层的客人和员工 对一睿的投诉 说他服务态度不好 经常地迟到早退 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手脚不太干净 你就是依蕊 依小姐 是 我是酒店的董事长 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要再来上班了 为什么 这些都是客人对你的投诉材料 这不可能 这怎么不可能 白纸还自写得很清楚 按照酒店的规定 投诉超过三次就必须开除 美颖 这 会不会是误会 误会什么 难道这么多人都对他误会吗 我们已经核实过了 不会有错的 我的工作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 不可能有这样的投诉 照你这么说是有人陷害你了 那我都要问问你 你有什么值得人家陷害的 李总 他是你管辖范围之内的 你看该怎么处理 既然 事情已经这样了 按照酒店的规定 李总 您看 要不要扣他的工资 我看 这就不用了吧 事情搞大了 会影响酒店的声誉 不用你们开除 我自己走 怎么 心疼了 没有 我有什么好心疼的 李国豪 你要好自为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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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怎么这么早 以后会更早的 怎么了 我不干了 不干了 为什么呀 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 是有人陷害义锐的 是谁 最好自己站出来 好 你们有种 就别说 等我查出来的时候 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 李总 我们真的不知道 是有人陷害义锐 是啊 当时我们看到 把我放在他的柜子里 才知道是他干的 胡说 义锐根本不会干这种事 李总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 等一下 你好像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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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抖得很厉害 好了 就这样 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了 秦小姐 麻烦你多带用 李总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不在场 你接着说 我只是负责 记录这些投诉 投诉 真的有人投诉一人吗 没有 有 好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今天这事啊 肯定有人故意陷害你 你是到现在为止 唯一一个相信我的人 不用说 肯定李光豪那个王八蛋倒地过来 不是 他好像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一人 他在你面前演的戏你还没看够啊 你怎么还那么轻易相信他啊 算了 反正这份工作本来就不属于我 对 这么想也对 说不定啊 后面有更好的工作等着你 是不是 小慧 每次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总能准时出现 想知道为什么吗 我在你身上 装了个心灵感应器 我就装在 装在 哎呀 好了好了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下午不上班啊 你没看出我在发烧吗 你发烧了 真的 太笨了 我说请命价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能玩我李国豪的人还没有生出来 你必须老实地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说什么说 你说什么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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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出去吧 李国豪 李国豪 你发起脾气的时候 还蛮厉害的啊 你是不是也想把我开说啊 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想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看来你还挺信任那个依蕊的 怎么会呢 没赢 我曾经向你保证过 绝不再和依蕊有任何的关系 我现在需要的是你对我的信任 只不过 我觉得依蕊已经很可怜了 咱们就放过她吧 你别跟我说咱们 是你 如果你心里早就放过她的 我不会难为她 魅盈 你应该知道 我接近依蕊是有目的的 当初我们一块诈骗银行贷款 现在很多资料在她手上 如果她反响一口 我不就全完了吗 你可以用很多方式去做呀 你甚至可以用钱去买 这都可以呀 但你要记住 你是我的男人 安盈 只要你放过依蕊 我向你保证 不再见她 李国豪 今天的事只是给你个小小的警告 别让我看到你有下一次 打枪 咱们没把警察 特别好玩打起来 来 来看我教你 是打真枪假枪 当是电脑的假枪 你给我记住 假的我才不打 要打就打枪 打枪行 那我找朋友 咱打枪枪你 你别打啊你 我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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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玩得真高兴 刚才你骑得也太快了 我咋追追追追的 我现在腿还疼呢 你呀 就是缺乏锻炼 缺乏锻炼 缺乏锻炼 依蕊 依蕊 我们走 依蕊 你先别走 放手 这是我们俩的事 最好离远点 要离开的应该是你吧 李国豪 你还真有脸到这儿来 你真让他把工作丢了 你还想怎么样 难道你依蕊你害他害他 还不够吗 我有没有害他 依蕊心里最清楚 我用不着跟你解释 依蕊 我在那边等你 有话跟你说 依蕊 别理他 我送你回家 晓辉 你先回去吧 依蕊 我想听他怎么解释 我不想解释 我只想告诉你 我相信 你是被冤枉的 那你当着所有人的面 为什么不说 害怕是吧 害怕袒护像我这样的人 会毁坏你的名誉 对 我是害怕 我是怕你再受到伤害 如果我再把你留在酒店里 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 那我应该感谢你了 依蕊 你应该相信我 今天发生的事情我一无所知 你别说了 我不想听 其实这份工作对我来说 也并不那么重要 因为我不想再见到你 可是我想见到你 我知道你在监狱里的这两年 受了不少委屈 可是我经历的苦一点都不比你少 我给别人擦皮鞋 洗碗 送盒饭 我就是用屈辱 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 我这是为了什么 为你自己 不 是为了你 因为我始终想着给你的承诺 始终想着 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有幸福的生活 不 一蕊 如果没有你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想见到什么 更感兴趣